恐怖分子正在残忍杀戮 丝毫不知天上一架死神无人机已经将他们锁定 随着一枚地狱火导弹被发射 恐怖分子顿时被炸得哭蝶喊娘 但附近执行任务的特种小队也算彻底捅了马蜂窝 一场极其惨烈的战斗随即打响 时间回到一天前 一名中情局特工在菲律宾收集情报时 被一个俄罗斯军火商俘虏 美军得知后 立即派出一支三角洲特种小队前去营救 因为是跨国秘密行动 所以特种小队只有四人 他们被一架直升机运送到目标海岸 然后将在15000英尺的高度 以高跳低开的方式散降潜滩 27岁的锤蒂是个空管员 空中支援远程打击才是他的专业 但这次缺人手 他这个泉水指挥官被迫上了前线 第一次执行这种危险任务让他无比紧张 甚至在跳伞过程中差点唧唧 好在最终有惊无险 降落后四人藏好降落伞 然后迅速往四公里外的山脊进发 充当特种小队眼睛的 是一架MQ-9死神无人机 载有两枚地狱火导弹和一枚118燃烧弹 由拉斯维加斯内利斯空军基地的 资深无人机驾驶员老罗操纵 此外还有一架大黄蜂战斗机随时待命 丛林中 队长突然下令警戒 他听到远处岩室那边有动静 垂地负责与无人机联系 他立即请求无人机侦查相应区域的情况 结果无人机的摄像头突然坏了 必须返回基地维修 特种小队只能靠自己摸索前进了 四人紧张无比 小心翼翼一点点向前探索 那动静越来越近 小队紧张的差一点就开枪了 结果 虚惊一场后 小队顺利抵达目标区域军火商的老巢 一番侦查发现防守严密 水坝上和帐篷边都有武装人员站岗 不过 对于特种小队来说都是小意思 垂地跳上一处通风口防顶 利落的架好天线 为小队提供无线电中转站 狙击手在远处高点架枪 队长和另一名突击手绕到侧衣伺机而动 军火商很快出现在狙击手的视野中 说明他们要救的目标就在这 但很快两辆武装皮卡开了过来 从车上下来的领头人 竟然是恐怖组织阿布沙耶夫的头目 他是美军的老对头了 这次过来肯定是买武器的 小队只能等恐怖组织的人走了再行动 幸运的是死身无人机已经修好 返回后继续为小队提供保障 谁知恐怖分子突然开枪 打死了武器商的手下 看来是打算黑吃黑 武器商的妻子被一刀斩首 眼看一个几岁的孩子即将惨遭毒手 特种小队立即转变计划 队长要求无人机发射一枚导弹 但时间已经来不及 小队只能开枪先吸引火力 两个孩子这才在爆炸到来时趁机逃脱 很快锤帝听到身下有人讲话 赶紧示意队长 原来这里不仅是通风口 还是一处秘密通道 三名恐怖分子冲了出来 锤帝躺在房顶吓得大气不敢喘 但无线电的声音还是将它暴露 好在队友及时干掉对方 锤帝又把敌人扔上来的手雷推走 这才显而又显躲过一劫 强战一触即发 恐怖分子源源不断冲上山脊 特种小队边打边撤 但敌人却越来越多 甚至用上了火箭筒 突击手在密集的弹雨中率先中弹 紧要关头 锤帝用手枪击毙一名敌人 暂时救下了突击手 但在战场上失去行动能力 就等于死亡 敌人的火箭弹威胁太大 锤帝毫无还手之力 只能滑下陡坡狼狈逃命 同时与队长走散 这次营救任务至此宣告失败 锤帝只能前往五公里外的预定撤离点 但无人机观察到 东西两侧有恐怖分子的买菜车路过 锤帝赶紧躲到河边的树根下 万万没想到对方还带了猎犬 猎犬冲着锤帝的位置一顿犬飞 好在他的位置是视野盲区 对方没有下来查看 不会一命的锤帝继续前进 丛林的路很难走 直线距离五公里 锤帝七拐八绕 直到天黑才抵达撤离点 好消息是三分钟后直升机就能抵达 但坏消息是恐怖分子已经追到了这里 锤帝被一枪击中防弹一 直升机也在下一刻成了众矢之地 尽管上面的士兵极力用机枪火力压制 但在RPG面前还是不够看 为了避免坠机 驾驶员只能升空前往备用撤离点 锤帝则陷入敌人的包围 枪林弹雨中 他一边反击 一边让无人机发射地狱火导弹支援 导弹成功为他打开一道突围缺口 但锤帝身上刚才用来给直升机定位的 红外线装置暴露了他 更多敌人围了过来 无人机已经没有炸弹可用 好在大黄蜂战斗机已经提早一步起飞 两枚导弹呼啸而至 再次为锤帝续了一口命 锤帝为了突围 在战斗机盲视野的情况下 冒险让大黄蜂用导弹和机炮替他开路 这很可能导致自己被打成肉块 幸运的是他成功躲过一截 不过真正的磨难才刚刚开始 备用撤离点在东北方向两公里外 而锤帝想要过去 必须翻过眼前的大山 第二天 身心巨皮的锤帝脚下一滑 从半山腰掉进了小河里 糟糕的是 刚好有三名敌人搜索到这个区域 而锤帝的步枪掉在山腰上 上去拿肯定是来不及了 他只能掏出手枪 在敌人冒头的瞬间清空淡霞 将一名敌人抱头后撒压子狂奔 敌人在后面边追边打 前方是一个瀑布 锤帝没有选择只能纵身愉悦 本以为能靠瀑布躲过一截 但刚一上岸 他就被一支阿卡步枪顶住了脑袋 锤帝被俘后 正在敌人老窝遭遇拳打脚踢 这时 一个穿着卫衣的男子靠近 持枪守卫立即上前询问他是谁 没想到来人突然掏出手枪 干掉了两个守卫 男人正是走散的队长 队长说狙击手被敌人抓住了 两人尽可能多的收拾物资 又在地板下找到两把崭新的步枪 然后返回军火商的基地去营救狙击手 到稍微开阔的地带后 锤帝利用瓶子树枝做了一个简易天线 爬上高处与无人机联络 请求战斗机支援 信号很差 但好在老罗接收到了 来到基地旁边的山脊 发现这里已经被恐怖分子完全占据 按之前敌人从通风口出来看 这里是有一个地下基地的 锤帝建议让飞机沿通风口 对地道投射三枚炸弹 每次间隔15分钟 前两枚用来吸引恐怖分子注意 两人则趁这个时间救出狙击手并撤离 最后一枚重量炸弹 直接把基地彻底摧毁 把计划完整传递给老罗后 无线电也彻底没了电 老罗这边也被长官要求换班 毕竟他已经连续工作了十几个小时 老罗不情不愿地离开了椅子 并嘱咐接班的小子别搞砸了 这边队长观察了基地的防守情况 并与锤帝制定突击计划 一旦开战 两人要紧密配合 把后背交给对方 距离首轮轰炸还有12分钟 队长从背后靠近帐篷 用抱枕当消音器 干掉了一个正在休闲的敌人 接着进入房间 队长掏出匕首偷袭 率先干掉一个 但第二人似乎有点功夫 打斗中腿上的手枪被激发 枪声引来了外面站岗的敌人 好在对方的枪突然卡壳 锤帝两人赶紧推桌子撞死敌人 然后出门干掉大坝上的敌人 两人相互掩护 应对四面八方的攻击 枪连弹雨中 队长不幸中枪 锤帝赶紧把他拉到墙后 但自己也被突然冲出的敌人近身 决力中眼看就要被手枪爆头 突然一声枪响 锤帝获救 使队长强忍疼痛 帮他干掉了敌人 可惜还没等缓口气 一颗手雷就炸碎了他们最后的希望 两人双双被俘 地下牢房里 他们还见到了狙击手 锤帝大吼大叫 提醒敌人赶紧带他们转移 说这里马上就要被炸了 但敌人根本不信 还当着锤帝的面 一枪崩了队长作为惩罚 此时地道一颤 第一枚炸弹已经在稍远处爆炸 15分钟后 第二枚炸弹将落在他们头顶 恐怖分子头目怒了 从众多刑具中挑出一把木工锤 一锤子干掉锤帝一颗草牙 逼问他剩余的队友在哪里 锤帝都无语了 他们一共就四个人 死俩被抓俩 还有个锤子队友 头目根本不信 四个人就能干掉我们一百多人 玩呢 他让手下把锤帝安在水池里上水行 恰在这时15分钟到了 第二枚炸弹落下 炙热的火焰迅速冲斥整个地下通道 恐怖分子如同被烈焰扫过的蚂蚁 瞬间死伤大半 而锤帝因为被安在水里玩好无损 他出来后赶紧打开通风口 拐过弯竟然发现他们要拯救的目标 那个中情局特工 搀扶着他离开时 正好遇到了受伤的恐怖分子头目 他还准备打电话摇人 锤帝二话不说 一刀捅死了这个大傻叉 然后发泄般对着对方脸一顿锤 最后放出狙击手 距离中级轰炸只剩5分钟 他们明显无法及时逃出这里 锤帝赶紧用头目的卫星电话联系作战部 但是那群大兵正忙着看南蓝 一听是找老罗的 报了对方的手机号后就给秒挂了 老罗此时正在超市购物 还不巧正在通话中 当他听到锤帝给他的留言时 距离最终轰炸只剩3分钟 他如同受了惊的野驴 疯狂开车赶往指挥部 中途打了5个电话都被看球赛的人挂断 刚从通道出来的锤帝三人 已经看到了在俯冲的战斗机 千军一发直戒 老罗冲进指挥部抢过麦克通知轰炸取消 锤帝三人这才捡回一命 并顺利登上返程的直升机 老罗愚怒未消 冲进休息室将电视砸了个稀巴烂 因为一场球赛 他们差点失去3个重要士兵 而他这么慢的行为也得到了女同事的肯定 本就暗恋老罗许久的他 下班后当场求婚 老罗欣然答应 尽管他已经离过4次婚有7个孩子 但他保证这次肯定能白头到老 今天激战身于2024年 由罗素克劳利亚姆海姆斯沃斯领先出演 剧情简单但足够紧张刺激 联合终端打击控制员 简称GTAC 主要负责引导战斗机的近距空中支援 是很少被提及但非常重要的岗位 本篇通过一场营救行动 向观众展示了现代小规模军事行动的特点 不需要人海战术和电子战 凭借出色的单兵作战能力和强大的空中保障 以一抵白完全不是问题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